今天一早的国际重大财经焦点来宣布美国的部分 突然间紧急降行了 今天早起来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因为本来预期是三月中 到时候开会之后会有一个最新的决策 但是美国突然之间宣布了一个这样紧急的降行策略 到底什么样的意义呢 而且美股很罕见的是 没有因为收到这样的消息激励而涨 那这个方面该怎么来解读 台北股市在今天又会怎么样来出现一个震荡的表现 基本上请要专家 请要是老师秋景泰 老师早安 十分早 全国投稿大家早安 十秋老师我们赶快先来关注到这个 今天最早最早一开始的最新的焦点 就是联准会紧急宣布降息了 大家真的很讶异 因为我们本来预估就是大家都三月会降 那正常的程序是OK开会 开会完之后降 但没有想到他现在紧急在昨天就突然宣布降息 而且降息幅度是两码 这个动作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 但没有想到美股没有谈 反而还跌 跌得还蛮重的 那这怎么来解读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他突然间降息两码 那本来 本来市场上是 这个月的美国时间是三月十七号跟十八号 对是终马终许大域估计下 按照他早就定好的时间 美国联组会每年大概有十次会议 那这一次在三月的十七十八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 因为我们早晚一天嘛 我们早一天 我们到三月十八号我们就知道了 就知道他到底结果怎么样 他们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讲说 美国意外的这个行动的话 事实上我们真的是 美国联组会有时候要考虑到以前 我给你讲临时降息从来没有好事过 对 这十二年来第一次 只要年前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二零年 那现在讲十二年 你是二零零八年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紧急降息 金融海啸 可是我跟你讲金融海啸紧急降息 没有好事 他都是开 甚至降息那天是大涨第二天暴跌 都会这样情况 那因为以前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他还比较晚发布 他昨天一大早开盘 这个我说是川普逼的 川普逼的 甚至一直给这个逼他 因为待会我们来谈这个架构说 临时降息的话 在临时降息说 通常你如果是在 这个譬如说五月过后 他们的五盘过后的话 还有一些拉上来的力道 如果你一大早就降息的话 联组会怎么没有统计以前的资料呢 你一大早就降息的话 大家昨天先开第三百点 后来因为G7会议 G7会议没有很大的动作 只有宣示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这个动作一出来的话 美股就先跌三百点 那说一口气降息两码之后 美股急拉涨三百多点 你看来尾就六百点了 然后再大跌 投资朋友你知道那个高低点 在美国股市是一千四百点 一千四 你看那个震荡有多大 为什么突然间大降息的话 市场上刚开始认为说很振奋 结果你一口气率是两码 对不对 市场上觉得说 那会不会联组会已经看到将来的会大衰退 这个疑虑啊 历年来这个历史以来 这个联组会突然降息 刚开始都没有好事 已经是降到最后 大家市场上慢慢回温了 利空已经出界了 那最后的降息才有用 这样东西是吧 好那我们从这个来看看美国股市的话 我给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还蛮重要的 我们看看美国股市这个稻穷 那稻穷你看 昨天这个点全市场啊 有没有 包括台股 我们大家看有个大多数 有没有像V型反转 结果好像没有 那我也跟大 其实你记得 昨天本来那个一千三 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差不多到底了 差不多了 而且弹成这样子 你看这样有点V型反转 结果FED这一角 对这个角获 我跟你讲 本来昨天不要说 我这样讲 昨天不要说降息 这个三月十八号 如果没有降息 那才是真正大利多 不要说昨天这件事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月本来预期要降息 它居然没有降息 这真大利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联储会认为 经济基本面很好 不需要降息 反而是大利多 结果你在预定的时间 说降息的话呢 市场上反弹这一根 但是临时降息的话 你看 反而出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要稍微讲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那这个 我说过之前 如果今年总统大选 所以川普很急 因为已经有一些专家在说 如果这一次疫情没有空手 川普大概连任也有困难 所以你知道 是不是你说他急不急 当然急 但是如果真的经济衰退的话 因为美国利率现在很低了 你变成将来能够用的工具变少了 这是市场上担心的 好我跟大家讲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先讲 如果股市跌10%以上 跌10% 有没有 现在大概跌十几%而已 跌10%以上的话呢 大概20%之间的话 叫做回调区 就是短空的意思 短空啊 我跟大家讲什么叫短空 就只是涨多的拉回嘛 涨多的拉回叫短空 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到今天 这种短空没有跌 没有跌20% 只有跌10%以上而已 不到20% 四个月就回温了 四个月哦 四个月就回温了 我们在图形缩小 2018年 2018年的 看到2018年的10月份 2018年的10月份 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没有 四个月就回温了 有没有看到 四个月 四个月就回温了 那这当时也跌了十几% 四个月就回温了 我们看到四个月就回温 这是第二次 这些大战以来统计的资料显示 放大到现在 放大没关系 好 但是呢 如果跌20%呢 这事情就大跌了 因为叫做牛市转为熊市 现在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怕这个样子 牛市转熊市的最大风险在哪里 你知道吗 它会继续的跌 不止跌20% 会继续的跌 再盘跌盘跌 或者跌跌盘跌盘跌再跌 这样的时间会拖 14.5个月 不是只有 所以当中 一年半 对的一年半 一年 一年多 一年两个多月 我们就拿2008年的金融崩暴也是一样 大概跌13个月 到15个月之间 这样有意思吗 而且 可是道琼呢 道琼是腰战 道琼 你看我们如果道琼是两万九 腰战是一万五 那现在是几%了 现在大概十几%了 如果高低点 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低点还没到 目前看来因为这个线型大大的破坏掉了 那如果这个点高低点是16%了 道琼是16%了 废半比较重 大概17-18% 道琼是16%了 高低点 高低点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以收盘价为主 收盘为主 所以如果以这样这个点的收盘 这个点的收盘 大概13%左右 OK 所以本来1300那天是要弹的 对 它是要撑上来的 最撑上来 所以你要记得 那一样 它如果跌 牛市转熊市在20% 百分之20之后 有没有 跌的时候牛市转熊市的时候 它在底下还继续走跌 盘跌再跌 盘跌再跌的话 那因为我说过2008年金融不报 就是最近的这个情况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说回调区有26次 就跌10%的有26次 然后就四个月就上来 四个月之内 所以如果是回调区的话 现在是买点 我可以跟大家讲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担心是牛市转熊市 牛市转熊市的话会怎样 要花两年的时间才上来 而且因为它在底下还要再 不是说跌完 它还要再跌14个月左右 那所以我们说 空投嘛 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多投 空投一两年也没有什么 但是因为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川普一定会无所不用其籍去救 但是有时候 我上次跟大家讲说 2018年 我上次才讲过 2018年是美洲贸易谈判恶化 对不对 那可是那主控源在川普手里面 可是疫情呢 现在是健康的问题 能不能掌控在川普 所以我跟大家讲 怎么判断 我刚才教育大家怎么办 你要注意哦 美国不能疫情扩大 这样大家知道意思吗 你这样讲可能没听懂 2008年的金融崩暴 因为发生在美国的雷曼 是不是你了解意思吗 以美股美国本土做中心的 就是长空的表现 这样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2003年的SARS 都传到美国已经寥寥无几了 所以美股是长的 他也不怕 MERS的时候只有南韩 韩国跟什么 跟中东 所以也不在美国 也不怕 伊波拉病毒啊 到了美国 传染到美国 不过两三例而已 美国也不怕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 关键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担心美国的疫情扩大 只要美国 所以国防部刚才 美国国防部说 可能一个月 30号一个月之内的话 这个全球大扩张 那就比较危险 好 我们看NAS达克 NAS达克 NAS达克一样 这个都 把前一个交易日的 都破坏掉了 这几乎都 都破坏殆尽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费半 费半 看一下费半 看一下费半 那费成半导体的话 也是一样 它这个 它的高利点 它跌的就比较重 那所以今天有关费半的 这个大家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当然这个 避险的就跑出来了 来 黄金 我们刚才叫黄金突免 对 黄金 对 黄金就上来了 美国国债殖利率 昨天十年起过 破一 历史上第一次 这什么意思 就是国债暴涨 利息只有不到一% 大家还抢着要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代表大家要去避险 对 跑去买国债 美国十年公债 对不对 美国十年公债算历史 殖利率算历史新低 对 你看 黄金你看看 你看 上来了 上来了 当然黄金上来的话 就是因为避险的关系 前几天你看 为什么美股大涨 不是大跌吗 黄金不是大跌吗 美股就大涨了 那这个又上来了 那我赶快来看 那这几个集团股要做参考 我们看9955的加农 9955的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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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涨这一波 刚刚黄金大涨上去了 那黄金大涨上去 那黄金又从高档下来 那但是黄金如果再上去的话 那这个当然就有机会了 刚好他在底部区 实际上加农去年就开始转亏为赢 就是黄金的意思 而且选择加农是比较好 你们看到 来的法人 你们看到外资 外资不只在避险 还持续在买 再持续在买 好 那再来看这个8390的这个金益顶 金益顶也是外资都偷偷买 只是他量比较小 那这三浪股票基本面最好是1785的光阳科 光阳科 那这个他之前 因为他基本面比较好 所以并没有说打到这里来 加农跟金益顶都打到这里 不过因为他比较有成交量 你看那法人都在买 尤其外资都在买 外资都在买 所以外资也一直在 在有那个避险的策略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关头我们一定要看苹果的股价 我们看苹果 苹果好不容易弹上来 我在强调绿色是涨的 他们根本不一样 红色是跌的 那苹果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苹果就是很可惜 他跌破这个线 突破这个线 再跌破 那技术限期是比较转坏 但是因为 他前一天是涨得快10% 对不对 所以他还不算是 只要这个中线 这个点没有破 昨天还撑住 还有可看性 那苹果变成最重要了 那苹果概念股的话 我们待会在台积电里面 再跟大家详述一下 我们最想要是这一档股票叫特斯拉 特斯拉 因为你看特斯拉的股价还是很强 还是很强 那因为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走的已经不是美国市场的话 好像也不太会受 因为中国的疫情是在大幅下降当中 中国开工率也很强 那所以特斯拉概念股的话 我还是强调特斯拉概念股不要再做 因为昨天的中国股市全面飙升特斯拉概念股 因为他开始交车了 可见他复工很快啊 复工之后已经开始交车了 Model Y都交车了 所以呢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如因为这几天 因为特斯拉这个至少特斯拉 昨天美股当美股是跌的 特斯拉还涨喔 盘众一度还大涨喔 他最后还是涨 你看大跌成长 他连续前一个交易日涨11% 昨天再涨 对不对 所以万绿从中的一点红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喔 好我觉得还是一样喔 8183的金星 我这个党不要最有机会喔 我认为这个8183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就说过嘛 你看你看你看 先看这一党再看3665的茂年KY 你看就知道我为什么 你看他是破敌的 对不对 你看再回合到这个茂年KY 你再回到看这个8183的金星 你看他是过高 刚好特斯拉拉回 宁德时代拉回 宁德时代昨天也大涨 全部都大涨了 所以反而这个地方他撑住了 所以这个8183的金星的话 我认为有时候台北股市 今天那开盘会先跌啊 可是有些股票反而逆势上来 可以留意这一种 因为至少他有基本面 又有题材 对不对 又是标准的特斯拉概念股 你在美国股市当中 事实上你看到什么 那个视讯会议的在涨 就是说有 美国现在开始 在上个礼拜美国已经 我们周报 有在讲宅经济了 所以那一些的概念股的话 反而因为2008年的经验上 大家都多加 我们刚才我们三立的新闻 不是有那个微创手术 那时候都是视讯教学的 那一类的就叫做宅经济 包括手游系列 手机游戏之类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所以从美股当中 来关注到的相关的焦点 不过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来关心一下 今天台股要怎么来做观察 不过台股呢 台股在观察指数部分 要来关心台币 因为台币的动向 就决定外资的动向 对 那台币很奇怪 台币这几天都在往上升值的 对 但外资还是在卖 这是什么样的现象 好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诡异了 对 开始有点诡异了 台币升值就代表钱是进来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亚币一下 亚币的这个图 其实因为美元 这个 你大家应该对货币理论 要有基本的调解 如果你国力弱的话 那个货币就会弱 那为什么美元本来要通到100值 100了 对不对 为什么掉价 因为美国疫情在扩大 爆发了 美国疫情在扩大 这个就是风险 那美元一跌下来 当然台币就会升值 可是台币升值 又不利于我们出口 这样懂意思吗 台币升值不利于出口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都升得很凶 你看近五天 这个升了这个两%多 对不对 台币因为规模比较小 央行比较好控制 还是会担心 这都升值 升值 日元你看升了3.24 3.24 那资金 我跟大家讲 黄金为什么没有 因为日元开始在升值了 日元跟黄金就开始 剥夺了一些市场上避险了 那我们现在担心几个 大家层面也都要考虑 为什么我们资本人知道会不会东澳延后开始 不会啊 现在确定要办了 确定要办了 对 今天早上最新确定要办 确定要办了 那当然可能日本这样就比较好 日本疫情可能就稍微有一点压抑下来 不过因为市场上网路的消息很多啊 都认为日本是不是检疫不够严格啊 等等之类都是网路上消息啊 好因为昨天还在想说是不是延后 结果今天奥会说照常办 七月底照常办 对对对对 因为他本来要观察到五月份啊 那因为你如果五月份有点筹备来不及 好不管怎么样 我们认为新台币的这个走势图来看一下 台币的升值比较不利于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你看这个 我再讲一遍啊 大家看图要看清楚啊 台币这个往下是升值啊 往下是升值啊 你看昨天一度升破三十大关 一度升破三十大关 但是台币升值的话 现在就两样起来 你看外资还是在大卖当中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元贬值 实际上市场上是抗坏美国市场上 四分你都会意思吗 很多资金开始大幅逃离美国市场上 让美元贬值才强迫它升值的 不是因为市场上要它升值的 这样的意思吗 外资利用机会加减测 你看外资一直在测 因为外资不只 外资对台湾算是手下留情了 因为我们有高殖利率 而且他卖的其实有 每天有稍微 在递减当中 在递减当中 前一天还230嘛 昨天130而已啊 对不对啊 所以他有在递减当中 但是你不要说用任何外资 就是看好不尽 因为他在逃离美元市场 将来的这个日元升值的幅度会更大 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这是在相关的这个 在台币的部分 好不过这股市当中 我们来怎么关注到 今天的产业焦点当中 来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是反弹的 而且幅度还不小 那台积电到底 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呢 现在说因为文奈米的第二季会惩治的量产 对 那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个利多吧 是利多 但是我们要看他里面的图表 对 对为什么他是利多 台积电一直有利多 那2月28号 我们说担心2月28号 他最近很弱 他还是很弱啊 美国商务部并没有明显提他对他的所谓的华为制裁 因为美国现在没有时间过 自己也搞不懂啦 美国现在没那个美国时间 川普哪有时间给你制裁 还在美中 还在美中 他现在一个头 那个罗比尼什么一些重要大师都认为 这一次这个如果疫情止不住的话呢 会影响他的选情啊 这个一想到之后他就头大了 你看他多急啊 每天抓着那个包尔 包尔昨天突然间认了啦 就跟先将棋在说省得每天 川普那个蜜蜂一样汪汪汪的对不对 好那因为他本来就有量场的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真正利多 我觉得这个还要再看市场 因为这个还是会拖累他的 毕竟他是谈到2021年的事情 所以时间太久了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日K线 台积电就是说 你会觉得他利多不断的话 可是他 可是很多人说他是不是在底部可以接啦 对对对我认为 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再讲一遍 我们之前在年初就讲过 一个月前就讲过 美国股市的总统大选年 三月四月到五月初都不会好 那你又碰到疫情 那我们又担心 如果继续跌会不会扭转熊 所以这些都在考虑当中 所以投资票你先别急 对对 先观望一下 先观望一下 毕竟这个 所以还有可能再低啊 我认为还有可能再低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再低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再低 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还有再低 我认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三百的入关卡的话 都有可能来测试一下上去再上去 也不多啦 才十几块而已 不过对他来讲是好 快五%左右了 好 这是台经的部分 另外我们的关心在鸿海 因为鸿海昨天开了法说会 那鸿海现在说了 的确因为很多当中在复工在挑战 所以他们现在本月是第二季的机会 才有机会营收回升 对 那鸿海占上八十块钱大关了 对 这个接下来怎么看 好我们谈鸿海之前要谈一下 这个这里面有一个高股息 此利率的 我们先看这个 你看我们这高配息 有没有 高此利率 你要注意到 因为台积电要配了 对对对对 可是大家不要 大家讲说我们选股的策略里面 大家会有一个迷思 我一定要选那个配息六%七% 那是你啊 外资根本不要那么多啊 外资三四%就好了啊 这样懂意思吗 他只要三四%就好了 外资没有那么贪心 因为外资量那么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调两档就国具跟 这个国具 国具跟看一下2327的国具 因为这个 这攸关这个市场上 因为我一直强调国具目前你看 国具有机会在这边打底 但是要在大涨 我已经跟大家 我上次在这边就讲过了 我们还没有涨 因为春田 春田都没有动 他也没有大跌 所以变成国具打底的机会大 那发挥的时间 一定是到时候要配息的前夕的时候 整个就拉上去了 那配息是什么时候 他现在还没有公布 大概五四月份中旬过后 他就会有一个答案了 之前就会发现 因为这是高配息的 那刚刚刚就是2439的 一律就比较大 2439的 这个美律因为他发表说 他第一季比较不好 今年可能会大幅受影 他今年断链的危机最大 所以这个股票就不用动 所以你考虑的是国具 被动元件这一块 不是这一块 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至于鸿海呢 鸿海的话 我们来先看鸿海里面的内容 当然鸿海 我一直跟大家讲 鸿海我们认为2317的鸿海 看一下 2317的鸿海 你看鸿海的话 你看 他再来再打第二只脚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 就算你现在要赌一把 要赌鸿海 我之前讲过 你要赌要赌鸿海 为什么 因为鸿海就算金融风暴 他也不够跌到70以下 这样的意思吗 可是他现在减资 减资你不能在60几来做标准 应该说70左右做标准 所以他如果是长线投资 我反而觉得鸿海是有机会 第一个 他有那个所谓的 那个 那个 去直压 有没有 开始要过 他早就有撤离的 这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 刘董昨天讲的是 信心满满的话 大家是可以留意一下 我觉得他的 他的利多 将会比较 至少他再跌有限 再跌有限 反而大力光 台西电都还有一些疑虑存在 我觉得鸿海房 因为他股价的概念的问题 位阶的问题 好 所以这是瓶盖三网的部分 不过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期货开盘 今天期货上涨的小涨幅度0.2% 小涨26.11348 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 行情是要再观察 对 那今天的关盘重点呢 好 我想 外资昨天是卖现货 买期货了 外资在买期货了 再注意 他已经 期货是增加4000多口 所以外资认为2万口以下 他是要做多的 好 他今天是否持续 好 好 那再来看看说 我们三道关卡 就是昨天的低点 好 11138的低点 好 那111049 这个是年限的低点 好 我们还是看平开三网 还有户盘 会不会今天再度进场 我觉得这是观察重点 好 这是今天的行情